好了,群绿的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 今天呢是2021年8月11日,星期三 今天的标题叫一边吃瓜一边等 吃瓜就是吃瓜看戏的吃瓜 也希望大家真的能吃上瓜 能吃上我们新疆又甜又脆的哈密瓜 家事瓜,大西瓜,各种瓜 现在疫情反复啊 我们这措施是比较严厉的 内地的朋友可能进不来 那么就是吃吃这个币圈的瓜 币圈昨天晚上发生一个大事 到现在还没了结 目前有10亿美金的资产 被飞客从合约地址上正在往外搬 各种各样的资产 有脱口币 也有那个对标比特币的那叫WBTC什么的 那个地址啊 我们看金色财经公共的地址 大家可以顺便看一下啊 刚才产生了小误解 就这个地址呢 直接现在已经被标注了啊 被标注成两个英文单词 第一个HERST是抢劫的意思 第二个是什么剥削剥夺的意思 然后它整个地址呢 已经被浓缩成那个 Poly Network Exploit 然后你现在查币记录都是十分钟之前 还在从各个不同的可能是那个客户的地址 往外搬这个baby dog 就是叫宝贝狗 宝贝狗是币安智能链上的 也是一种广义的脱口项目 五花八门的各种b就从这里给弄走 然后这个黑客呢 在最后给项目方留言啊 意思是我们 那意思就是我们要真的想偷币的话 可以完全偷完 现在还留了一些呢啊 待会我们再给你转回去一些啊 或者通过什么盗组织 DAO呢就是叫匿名 去中心匿名组织叫DAO 目前啊还不能下一个结论 他究竟是黑客还是侠客啊 还不能下一个结论 目前的行为就是黑客 但是为什么黑的这么多 黑的这么准 因为这个主要涉及到一个币叫O3 O3 O3这个币在六月底的时候曾经 有过很耀眼的表现 从两块钱涨到十五块钱 只用了三天 然后又有两天跌回来 跌回来 今天这个新闻爆出来之后 是昨天晚上的事啊 就一轮暴跌啊 现在呢好像情况有发生变化 又有人抄底 又在慢慢的回升之中啊 不是让大家去吵这个 比如是了解这个大事件 O3呢是干什么 大家可以查一下 非小号啊或者火币里 对这个币种的简介 是将这实现 易购链之间原生资产自由交易的跨链聚合协议 通过在不同供链及雷尔网络上部署聚合系 资产跨链链池的模式 为用户提供一件事跨链资产互换的体验 目前已接入的网络包括以太坊 BSCNEOHCO啊 他在接入的这几些网络 在以太坊我们都知道是以太坊公链 BSC呢是币安的智能链啊 后面HECO是火币生态链 还有后其他的包括这个polygon啊 还有波卡链 就他实现跨链资产互转啊 就实现一战式女财 非常好的概念 非常强大的技术 所以啊 这个事就比较大了 呃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折合有十亿多美元的币 被黑客啊 往外正在往外搬着来 这是区块链数字货币史上 最大额的黑客入侵世界啊 入侵世界 也是DeFi领域发生的目前最大的资产 不安全事件啊 不安全事件 也就是你把你的资产放到这个DeFi协议里面 去理财或者挖矿 然后呢 被黑客拿走 啊 黑客呢 现在嘴还很硬啊 说他不是想挣拿 究竟想干啥 现在还不清楚啊 这通过这事 可以了解很多啊 这是我们的投资 怎样安全 或者说他究竟有哪些不安全的地方 我们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安全啊 没有绝对的安全 但至少要在相对的安全范围之内进行投资 不算是一个很正规的一个项目 或者叫一个协议啊 叫协议 小号上可以看到非常详细 这种正规协议是比较团队啊 是干嘛的 投资方是什么 他的币是怎么分配的 基地措施什么样的啊 讲得非常完美啊 几乎就排除了 他就是一个是有技术 有强大的投资方 一个正规的一个理财啊 DeFi理财协议 也就是说你可以排除他一切的道德风险 他就是正经做事的公司 但是被黑客这么搞一下呢 他就说不清楚了 因为黑客是利用他的后门的漏洞 而他确确实实有后门 有后门这东西就说不清楚了 对吧 我们以前说过 你做DeFi的时候啊 不管是单币挖矿 双币挖矿 DeFi的必须要有一个前置条件 就他的这个智能合约呢 必须要经过安全审计 就叫做合约代码的安全审计 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说你不能留有不安全的后门 不安全的后门 以前呢 我们也讲过 有些例子 比方说啊 你把币交出去了之后啊 你发现这个币是值涨不跌的 你卖不掉 因为他把卖入的动作就给你抠掉了啊 只有项目方自己能卖 你是卖不掉的 这是最常见的不安全的地方啊 就是在变相的偷币啊 你看着价涨 你就进去 你也不想卖 你也忽略了 然后别人也看着掌 都往里面存币啊 都去挖矿 最后想变现的时候 发现根本那个案件的按不下去 这个故事啊 中央电视台的报道过 啊 后来呢 为防范这种现象发生 就是要求啊 你在做这个DFI的时候 他的智能合约 必须经过安全审计 不能留有这不安全的后门 那也许这个后门当时看着是安全 或者没有被审计出来 那更 是不是更大了吗 你审计是干嘛吃的 啊 这O3这个必备道 就是因为 他的后门里面有漏洞啊 这个漏洞 据说是被黑客利用了 就拿到了他这个私钥 那黑客怎么拿到私钥的 那么容易拿到私钥 难道能排除 内外勾结的可能吗 是吧 这个事就显得比较 比较恐怖啊 今天这个事还是一个进行时 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媒体上的报道 啊 你在吃这口瓜的时候 至少可以对这个DFI有更深入的体验 啊 更深入的体验 我们很多人啊 最多只是知道有O3这个币 因为这个币曾经闪耀过波动比较大 可能有人吵过他 至于他这个协议什么 可我估计参与的人很少啊 但是从他被盗资产上十个亿可能都是机构在里面投资 那这个黑客究竟什么角色现在还查不到什么线索 我总是紧约感觉跟雷尤的团队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他那五花八门的币啊 跟我们的仓库里面的品种有些是重合的 目前找不到确凿的证据 证明他们这个NEO跟LEO NEO跟LEO这两个之间有没有确定的关系啊 现在找不到啊 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啊 不管找不到找不到 这毕竟是个正在发生的事啊 那么这两天呢 还有个比较搞笑的事情啊 整个让人哭笑不得 我们说昨天我们是经济日报发文啊 今天好像正愿日报又来了啊 又要求继续打压毕市啊 继续打压毕市 但是这次呢 这个毕市没给他给面子啊 停都不停 继续往上蒙涨啊 风涨啊 而且这两天的感觉就是回来头风流啊 可能是上半也涨 下半也跌啊 那么就是早上跌晚上涨 要么就是早上涨晚上跌啊 以前看下来币价不跌不涨 但是幅度非常大 有个跌个百分之十 再涨回去百分之十 然后回到原位 波动性很大啊 波动性很大呢 是基本上是要赔钱的啊 尽管他的大方向是向上的 你想在这种行情挣到钱 只有在底部买到之后啊 不理会他 因为他之所以在波动 一会上一会下 说明这个行情没有走完啊 行情的大方向是向上的 你中间千万不要下扯啊 也不要 比方今天一看到 这个AXS这个B 就涨到70U了 你看他从两块多涨上来的 一直是明星啊 一直不敢买 说20你不敢买 他就到30 30你不敢买 他就50 哎50你看哎呦 他回调了 回调到3040了 你又不敢买啊 是不是要掉回去呢 结果他一夜之间就涨到70了 你越不敢买 他越涨 等哪天真的你敢买的时候 他就也许真的就不涨了 所以啊 这个数字货币市场为啥 这么有诱惑力啊 他充分的调动了人的本性啊 人的本性就是 赌心啊 本性之一啊 想赚又怕亏啊 那么不如从基本面上啊 了解这个现象 因为不光有这个AXS 在他的代理下有一个板块 叫元宇宙啊 元宇宙 在元宇宙之前 我们被热炒的叫NFT 其实他们两个之间不是完全分开的 有互相交叉的内容啊 NFT呢 很多人 学习 而且学的很专业啊 就是人外王老师 有个NFT的课 总共10节 这个明星币AXS 啊 是一个做游戏赚钱的这个平台 非常有意思啊 本来是一款游戏 就算你玩这个游戏的过程中可以赚到钱 赚到B 目前呢 这种概念的正在七二连三的你不说跟进者 有的是访盘 有的是推陈诸心的 就一这一个大类啊 元宇宙和这个游戏板块的大类啊 呃 在整个市场里面比较耀眼啊 都在涨 但是他比别人涨得更厉害啊 几乎 比方火币上的 天天有那种每天翻翻的币形啊 每天涨幅百分之一百多的 那么现在OK也跟上来了啊 至少一上午直接给你来个百分之五十四十的涨幅 这种情况下啊 小白和韭菜啊 最容易赔钱啊 行情很好 很很热闹 但是为什么你还容易赔钱呢 就是借捕掉一个老毛病叫追涨杀跌 我们我在分享的时候 尽量避免提到某些币啊 为什么呢 我们讲一下基本的理念啊 不提的某些币 因为客观上有些人 他会看到这个币 他就会去翻 一看他的涨就会去买 买上了可能就跌了 然后他就割肉了 什么叫割肉 就是说你在没赚钱的情况下 你卖掉 你刚卖掉 他又飞天了 我们不如学会 把握一些技巧 再去 我们先在那个小枣盆里 熟悉一下水性啊 再去游泳 什么 这种行情更容易赔钱呢 就是他的 每个人都有侥幸心理 哎呀 我许这个拿着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拿到手上的币 可以涨个百分之 一百 百分之五十的 所以他就不计较价格了啊 但是这个币呢 又不是一杆子往上涨了 他是波浪式发展的啊 波浪式发展的 这个建议大家 多多少少有点功课啊 去百度搜索一个词 叫波浪理论啊 波浪理论 这是技术分析的最基础的概念啊 而且并没有过失 但是呢 你学着学着又容易学死了啊 波浪理论讲的是上升浪啊 分三浪下跌浪啊 主升浪有三个 每一个浪还有调整 浪里还有浪 浪外还有浪 完了你碰到这你就晕掉了 你要结合这些 然后结合行情的发展 去体会啊 他市场本身的节奏啊 你只要了解市场是有节奏的就够了 有涨必有跌 但是在牛市中是涨的多跌的少 涨了一百点也许跌个七八十点啊 下一波涨个一百五十点再跌个一百二十点 那有的呢 他不跌 涨个一百点横盘三五天 再涨一百点再横盘三五天 各种各样是不一样的 但整个方向是向上 这时候呢 你宁可 笨一点 我就不看你这些每天涨涨跌跌 反正知道你要往上走啊 而且行情没走完 为什么说没走完呢 有个基本的概念啊 时间 时间 我们知道从五月十九号 到七月十九号两个月啊 下跌 大体现在上涨至少会有两个月 那么现在你要从七月十九号算到现在 才二十天嘛 对不对 你拿着就好 拿着啊 这个你要学技术 又怕你陷到技术里面出不来 学成一个书单子 不学还好 越学越亏钱 但你也不了解呢 又是手足无措 找不到方向啊 要从这个思维陷阱里面跳出来啊 我们说啊 你要把握一波大航器 应该抛弃技术 完全抛弃 又不可能 因为你技术上 肯定给你一个提供最佳的入场点 比方昨天八点都在大涨 到了十点怎么都大跌了 今天你看到没有 昨天跌都涨回来了 也就是实际上 昨天那个大跌是个买入的机会 叫做天千金难买牛回头 人们一个是 看不清方向 看到终于涨了 以为他会永远涨 就买了 买了就套住了 但是套住的时候 他跌的时候 你又分不清 这是回头 要走熊市呢 还是说回调 稍微跌跌就会继续涨 你是没有经验 没有把握 我本人 不管是在去年 还是今年 只要有行情的时候 我经常跟大家讲四个字 叫越跌越买 不要追高 越跌越买 越跌越买的前提是 他走在涨市上 他走在牛市里面 你才敢越跌越买 因为跌着跌着跌不动了 就会一下涨上去 你看这几天 但凡你关注几个币 比如马蹄 我们叫马蹄 或者说波卡DOT 或者说以太坊比特币 你不会挑 就抱住两个 他们都是有节奏的 这个节奏跟 五月份之前不一样了 五月份之间昂首阔步 涨一大波 稍微调整调成 再来一大波 这次不一样 这涨一大波 跌一大波 涨一大波 跌一大波 这个节奏你要有感觉 你要在那跌的时候买 不能在涨上去买 涨上去买 它跌的时候更狠 经常让你怀疑 是不是这是假象啊 是不是涨到头 再向那五一九 来一下一天 这五十 我不是又爆仓 又亏了 说这个钱是很难赚的啊 你要去炒波段 讲技术 想在数字货币市场赚钱 非常难 非常难 每个币都不一样 每个币此时彼时不一样 它不是按照 它有节奏 但不是一个固定的节奏 那么你预期去猜去赌 不如佛性 只要底部买上 你就放了 比方马蹄 你在一块 一块以内买折 现在才一块二嘛 它的高点三块呢 这个很有前途的 涨到五块都有可能的 是不是啊 那你就不要在乎它 以前百分之十上下意味着什么 这还是我要重复的 不要做合约 特别是这两天这种行情啊 比如说你是十倍杠杆的合约 啥意思呢 你买入之后 它涨了百分之十 你的本金就翻翻了 如果你是启动了十倍的合约的话 同样的道理 它逆向运动百分之十 你买了 它跌了百分之十 你就爆仓了 有些人不但做合约 他还加仓 哎 比方说 你一万美金啊 做了一个十倍杠杆 这个币正好涨了一千美金 你就赚了十万美金 如果这个币涨了一千美金 你是一万美金的本钱 对不对 你十倍杠杆 你下了十手 涨了一千美金 你就赚了一万美金 你就翻翻了 赚了一万美金呢 它的本金只要一千美金 你又下了十手 它只要往回跌五百美金 你就爆仓了 再往上涨五百美金 你那一万就变成两万了 就不用涨一千美金 你这涨五百你就翻翻了 但是同样跌五百 你刚才赚来的 连本带利都亏没了 这就是不要做合约 和做合约死得快的原因 如果你一点刚才不下 只是你的本金中的 百分之十的幅度 正向或者逆向 但是你要知道 你走在趋势上 它过两天还会给你来 百分之十百分之八的 今天不就这样吗 涨了百分之十 结果跌了百分之十 然后就涨回来 不跌不跌 今天又来继续涨 如果做合约的话 你根本挣不到钱 而且基本上 对新手来说早都赔光了 涨得好好的 突然一个大英镑 所有的并都在跌 你以为又发生啥大事了 是不是我们大天朝 又出手了呀 是不是这黑客又干啥了 你胡思乱想 找不到答案 找到答案已经晚了 市场最没有用 最害人的 还不是你学不到技术 还不是做合约下杠杆 最没有用的是追消息 消息永远是滞后的 第一消息往往都是假的 第二到你嘴里都已经过时了 到你的耳朵里绝对是过时的 被什么这些媒体 不管是自媒体 还公媒体 只要蹬出去了 就已经过时了 有的行情发生过了 跌过了 或者涨过了 有的还在去 为什么涨 为什么跌 你问这些一毛钱用的没有 你知道的 别人都知道 你只能去解释过去 但不能凭这个去推测未来 因为我们等两年多 已经各个群 已经实际上在慢慢的在分化 慢慢的在分化 一部分人就开始在二级市场找机会 二级市场也分化 有的人沉迷在土狗项目里 有的人热衷于什么D5去发矿 有的人喜欢追星打新币 有的人抱着主流币 有的人搞机油 各有千秋 不能说每某个就不对 每一种都是 你只要你自己 到了你觉得这种方法能赚的钱 那挺好 恭喜你 最怕的就是 没头苍一样 今天看到这个涨了 就追一下 明天听说那种玩法好 就搞一下 结果都搞砸锅了 你一定要自己总结出一个 适合自己的 一定要适合自己的 这个玩法很多 数字货币市场玩法太多 找到自己能把握的 能把握的 总结出一个道道 对这个适用 对下一边也适用 不管各种行情都能挣到钱 你绝对坚持下去 你肯定能挣钱 但是那种整天在群里面 扒拉消息 扒拉一些表面的东西 或者说拘泥于某些方面 有些人很有书单子气质 那个技术啊 你一定要跳出来 你一无所知还不行 最怕的知道一二之后 他把他奉若 奉为叫归孽 奉为圣旨 严格遵守 结果赔的更多 走火入魔了 我们知道 本质上所有的各种理论 不管知识理论 波浪理论 还有什么禅论 这是理论 技术指标 都二十多种 什么KDG MACD 布林线 几百种 每个平台都自带很多技术指标 其实你知道一二之后 你知道个均线 哪怕你把那个均线 均线的什么格南维八大法则 吃透了 都可以 小小的跟市场活动一番 一怕就贪多绝不烂 贪多绝不烂 这是我也想起来 那个木牛区块链 我们普拉斯很多人 花个两三万去学了 有的学了一期 觉得不过瘾 再花个两三万去学二期 我觉得可能 那个课当然很经典 那师傅也是身经百战 都有赚钱的经历 但是我凭经验 我觉得一百个人里面有一两个学出来 能把本钱 能把学费赚回来 都算是很成功了 因为这个东西啊 是个经验的学问 还是个悟性的学问 它不像你叫蓝箭挖掘机 你花三个月就能上机操作了 就可能月薪两万了 到澳大利亚还更高 月薪四万还是美元 或者到那个成都 学个厨艺班 一个月出来 至少会炒个什么回锅肉 没有问题 这个啊 数字货皮炒皮这东西 真正是该学 又一般是学不来 还容易学偏 不学又不行 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我尽量在里面 这是能讲最基本的 但是分控啊 这也是必须要讲的 就是赚钱的办法 百花 齐放 赔钱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赚钱的路子各有各的 但是你单说谁赔了钱 无非就是那几种 你是啊 高杠杆啊 追涨杀爹啊 频繁交易啊 无非就这些 你把这些坑先避免了 你不要掉的 不要在阴沟里翻船 不要犯简单的初级的错误 至少让你赔的不太冤枉 市场本身就很残酷 但是如果你在无知的地方 去交太多的学费 就非常的不值得 比这些更不值得的 当然就是被骗掉了啊 或者前两天举的例子那种 因为自己不熟悉操作 因为误操作 导致币被倒 因为误操作 导致助记词 丢失或不慎被人偷取 你都想讲去中心的钱包 是你自己掌管 私要助记词 应该比中金化的 就安全 那为什么很多人丢币 原来放在火币 你说火币再坏 至少我的币还在 对不对 哪怕火币被赶跑 他真要被赶走 之前还会发公告 通知我就转币 结果转到了去中心钱包 因为自己不太会玩 要么下载了假钱包 要么碰到了假客服 是不是 今天我们开头吃的是 欧三这个花呢 因为你在了解欧三的过程中 你除了表面上 他的必被黑客偷取 究竟是不是偷取 黑客回不回还 我继续看看就行了 但是这里面 因为欧三 他包括了很多的 基本的概念 你需要了解 他首先是一个跨链 什么叫跨链 简单讲 就是我们现在的资产 都在不同的链上 形成一个一个的资产的孤导 以太坊和以太坊的代币 都在以太坊上 比特币系列在比特币上 你比特币的资产 没法转到以太坊上 但是这个在UNISWAP上 是通过映射的方法解决的 就是你在协议里面 你把两个 你想用两个比特币 到UNISWAP里面挖矿 一般是先把两个比特币 质押到某个地方协议里面 获得一个叫WBTC 或者NBTC 就是跟BTC是一比一等值的 而这个等值的代币呢 又刚好可以进到 以太坊的协议里面去 你就可以完美的在以太坊协议上挖矿 因为UNISWAP是运行在以太坊上的 那么这个跨链呢 就是O3 SWAP 就今天出事这个 它是在不同的 之间原生资产自由交易的跨链聚合协议 听起来多完美 多强大 本来也是挺完美 挺强大 要不然不会吸纳10亿以上的 10亿美金以上的资金 在里面从事各种地方 但是 我们就被一下黑出这么个惊天大案了 这个可以继续观察 但我们在吃瓜也好 看戏也好 甚至有些人喜欢八卦 一些这样的的时候 一定要以学习的态度 能够让自己长见识 长本事 学到不长见识 长本事 至少学到知识 因为O3里面内涵还是很丰富的 什么叫雷尔 英语 雷尔 雷尔就是第二层 第二层 这个概念啥意思呢 跟目前的以太坊升级 有没有关系呢 有关系的 这些基础的知识学会呢 你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区块链 什么要真正的数字货币 什么是真正的项目 因为现在打着DeFi名义 招摇过市的资金盘 已经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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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早的时候 区块链发展到DeFi阶段 绝对 会让以前那些玩盘子的 起心动念 到DeFi来起盘子 为什么 以前那些盘子 一个二个 都被研成警方这样的机构端掉了 一抓一个准 一抓一大窝 连臂带人 那么到了DeFi呢 DeFi最大的就它更难监管了 大家都在去中心化钱包里玩 这都不用实名制度 都不用实名制度 只要你妥贴的保护好自己的财产 只要你这个起盘子的头头 手脑 你有足够的经验 至少保证出事之后 真是抓不到你 那肯定的坏人就更多了 这个基本上到了坏人知道的更早 他可能 坏人比大家更勤奋 这罗永浩讲的 坏人比我们更勤奋 DeFi的盘子已经好多 出事的也好多 有些出的事不大而已 但是他因为有去中心 匿名抗监管特点 所以坏人更喜欢利用DeFi 不光利用DeFi 去去中心化的各种起盘子 而且在带个模式 就起得更疯狂 主要他跑路起来更方便 抓不到 大家要擦亮眼睛 提高警惕 多学习 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区块链 什么是真正的DeFi 这个协议 那个协议 它的本质是什么 为什么这智能合约 要经过安全审计 经过安全审计 就真的安全了吗 No O3告诉你 也不一定 所以说 我说经过两年 有些人在找项目也好 在玩B也好 办理行车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自己的财产安全第一 在穷的时候安全第一 有钱了也是安全第一 现在大家都在穷的时候 那更要安全第一 你赔不起来 你再分析这些项目 你都分析不出来一种东西 叫做意外 O3是很完美的 但他有了意外 这不是在他没有出事之前 谁也想不到的 那么你能唯一的防备方式是什么 就是以你的投入本金为限 再完美的 你都要分控 你的底线就是这些就赔完了 怎么办 你还得有翻身的本钱 如果这点你赔不起 我就不玩 对不对 这多简单的事 跟你讲的各种的知识啊 有很多人毕竟啊 你起点不一样 讲这个协议 那个什么雷尔概念 我根本听不进去 我听的东西我也不懂 真的假的 我分不清楚 就是看到有人挣钱了 我就搞一搞 那么这时候 你一定要有个底线啊 你搞一搞的时候 你一定要用自己搞的钱 搞得起的钱去搞 万一搞没了 毕竟还有翻身的资本 还剩下一坨了 你别一家伙就上去 不光把仅存的弄上去 然后又刷 把所有的卡刷完 又把房子当掉 那你再一下 你就万劫不复了 你怎么翻身呢 你不想翻身了是不是 不想翻身 你何必再赌一下呢 好好的过不行吗 这就是 也同时给一些 沉迷在DeFi 真假DeFi中的人 敲一几种 这么完美 这么高大上 这么强大技术的 出了这么个事 你那些不够完美 不够高大上 不够强大技术方的 出事的概率 可能要比这个要大一些 你怎么做好防范 这个钱我也想挣 但是我又怕出事 你中间怎么 你怎么做取舍嘛 对不对 我不太欣赏那种 一招被舍要十年怕紧身 哎呀 这个出国事 这是我再也不碰了 你啥都不碰了 你去上班呗 你又不甘心 那你总的有个姿势 既避免了风险 即使在风险发生的时候 我不至于一命无呼 万一他这个机会呢 又把握住了 但是你姿势一定要正确 不要孤注一掷 不要说话 不要负债 干任何的事 不管你炒币 做合约 不管你是搞低发案 还是打网游 这个底线是一定要遵守的 一定一定要遵守的 那最近也有人不但问我 合吗 不是不是盘古社区的币能不能高 我觉得你能问这个 你就不能搞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到台湾了 知道台湾容易成为韭菜 尽管他现在没有割韭菜 也许以后也不割 但是你现在属于追高入市的 人家那个币都几块钱 搞到几十块了 你几十块去接上去 你已经处于一个不太安全的范围了 是吧 我不太喜欢任何跟风的行为 因为他本身就是个从众心理 阳群心态 还有一个区块链叫做FOMO 因为恐惧失去而跟随 你觉得这个错过了 这个我终于追上了错了 你追上的时候也许就追上了一把刀 我说过一句很极端的话 我欣赏 你接触盘古之后 你把盘古那个套路学会了 你去起盘子 你去拉人 你哪怕是搞个空气必须割韭菜 我觉得都比盲目的去加入盘古 是个值得付某人啊 是个大拇指的人 投资最怕的就是盲目的跟随 盲目的跟随 何况 人家盘古如日中天的时候 你混进去是干嘛的 是添柴火的 还是添那个佐料的 自己掂量一下啊 盘古社区我在里面猫了三个月了啊 偶尔看一眼 他们确实挺牛逼的 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啊 但是 不敢他现在就说两万人吗 他们能够百发百中吗 这是他们奥斯卡是第二个币 第三个第四个 他们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啊 落地应用啊 是不是 他们吸纳了巨大的资金 资金的出口在那 在哪呢 那一直靠后面的人往里面添资金池吗 自己想一想啊 挺可怕 真正的要在这行业里面啊 我说你安全的 挣到趋势的钱啊 你的思路 应该是追随着这个行业的趋势 追随着趋势不是要你追随着行情 趋势可以走 最少两三年 行情有时候两个礼拜就走完了 有时候一夜行啊 就完了 找到这个本质的问题 比方说 这两天 这个AXS 为什么啊 这个明星不是一两天了啊 他红了好久了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那最近这些病纷纷的上涨 有的为什么 有一些比别的长得更多一点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找到他啊 一个是 我们讲真正的区块量数字货币 一定是技术驱动 共识驱动 不是那种脱口项目 拉一个群两三百号人 你喊我 我喊你 加自己 加自己 加起来之后 有人就先跑 玩的是击鼓船航 一定不是那样的 而这种 有技术驱动 有应用落地 有强大的技术方 有投资方的 好的币种 或者有前头的币种 比方说这个马蹄子 MATSE啊 或者波卡呀 或者说今天 火币上的叫Luna 还有那个OK上叫Mina 就是LUNA和MN 你去看看 他是在干什么 他在解决什么问题 是什么样的一群人 在解决这么一个问题 你拿着都放心 对吧 你都不用担心这担心的 但是再放心 又出了O3这种黑客事件 但黑客事件并不是天天发生的 这个事目前还没有下结论 究竟是黑客呢 还是侠客呢 现在真说不好 现在感觉这黑客 是故意通过这种 投币的方式 激进你 你这技术有漏洞 你都改 目前是这个情况 理论上啊 这个黑客既然一下子 能把十个亿给你端走 他他完全可以做一个 十亿以上的一个项目 他也可以发币 也可以做盘子 为什么要干这种 因为他一旦把这实力偷走 基本上全球追 追捕是必然的 而且这种事绝对 是有蛛师马迹的 美国的FBI绝对能抓到他的 这么高的技术 他犯不上做这么低级的事 是吧 这些同理和正我们的 plus的技术团队 技术那么高 他没必要去干下三烂的行为 比如说跑路 对不对 所以说啊 又说回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了 可能很多人是没有耐心了 迷茫了 不要紧 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 再多的假消息 再多的节奏 带歪了 都抹杀不了 否认不了 那些B不但在 而且在动 而且不是那些我们害怕的人在动 而是我们相信他的人在动 今天就聊到这 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开心愉快 谢谢